白菜炖豆腐很多人都会做 但是真正会做的没有几个人 今天就把我30年大厨的做法分享给你们 只要多加这一步 炖出的白菜豆腐鲜香入味 真的特好喝 先将豆腐切成小块 四个公鸡蛋不用打散 直接倒入锅中 煎至定型后翻面 再煎至两面金黄 用铲子把鸡蛋切成大大的小块 有条件的加入99度的开水 这是汤色浓白的关键 然后再放入豆腐 一个红心对你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 就能开心一整天 今天这个视频就辛苦你 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非常感谢 炖十分钟后再放入白菜 好喝的关键 是放一勺这个松茸鲜 它没有添加 而且配料表特别干净 只有松茸 菌菇 海苔 这些健康的食材 没有科技与很活 老人和小孩也可以放心吃 最后再淋上香油即可 这样做的白菜炖豆腐 食材简单 营养满满 导人和小孩都喜欢吃 你也快来试试吧 嗯 嗯 嗯